皇帝被大臣们逼婚还真是不多见 公元前74年的一次早朝上 大臣们黑压压的跪到一片 要求小皇帝娶全城霍光的女儿当老婆 小皇帝沉默了一会儿 默默地写下了一封诏书 寻微时故见 说我流落民间时啊 用过一把宝剑 虽然旧可旧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 请大家帮我照顾它 大臣们懂了 小皇帝说的这哪是宝剑啊 这是在表达他对贫贱时妻子的深情啊 这就是故见秦深的典故 这封诏书啊 也被称作史上最浪漫的诏书 写下这封诏书的 就是最长情的帝王汉宣帝 汉宣帝的一生很坎坷 他一岁时成了孤儿 被丢进大牢 四岁时流落民间 十九岁终于当上了皇帝 却被全臣按在地上欺负 可到最终逆风翻盘 成为了攻盖文景 比肩汉武的一代传奇帝王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 汉宣帝的传奇一生 故事还得从震惊朝野的乌骨之祸说起 一代雄主汉武帝老了以后 越来越迷信 有个奸臣对他说了 我看您这宫殿上方 飘着一股黑气啊 汉武帝说 那不得赶紧收衣服呀 奸臣说不是这意思啊 这像是一股骨气 不出意外 应该有人做小人正扎您的 我猜应该是太子 汉武帝一冲动 把自己辛辛苦苦 培养了三十七年的太子 刘炬给逼死了 太子一脉 惨当初杀 死伤的人数 高达十余万人 血流成熟 古时候人们都结婚比较早 别看刘炬死的时候 才三十七岁 可已经当爷爷了 他的小孙子 刚出生还不到一岁 侥幸逃过一劫 被丢进了大牢 小婴儿很幸运 因为负责神礼巫骨之祸的 是西汉民跟他的定居 顶级跳上后 发现真相只有一个 太子刘炬是原谅的 于是他可怜这个小婴儿 就找来了两个 生养过的老实女球 给他们在监狱 开了个亲子套房 让他们悉心照顾这个小婴儿 监狱的互相很差 纯衣面潮湿 还南北不同头 婴儿总得病 顶级为了讨个吉利 给婴儿娶出刘炬乙 意思是病已经好了 茁壮成长吧 刘炬乙在监狱里 茁壮到四岁 这时又有人去 汉武帝身边胡说八道了 说您这监狱的上方 有骨子天子气 汉武帝说那还了得 这天底下只有我能有天子气 于是又冲动了 命人去把监狱里 所有的犯人全都处死 奉旨行凶的使者们 来到刘炬乙的大牢时 丙级死守住门口不让进 说这里边住的是陛下的亲曾孙 你们谁敢放肆 使者们是大眼瞪小眼 谁也不敢轻易妄动 就这样一直僵持到天亮 把这个消息也汇报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这才想起来 哦对了 监狱里还有我的亲曾孙呢 又天子气也不挺正常的嘛 其实在这四年里 汉武帝已经意识到 自己冤枉了太子 于是口头表扬了丙级 饶过了刘炬乙 挺高兴的大摄天下 你以为刘炬乙的好日子 这就来了吗 不 汉武帝虽然心里知道错了 可嘴上不认 刘炬乙背着皇室宗亲 和罪臣之后的双重身份 一时间成了朝廷的三不管人物 不抓你不管你 可以不养你 刘炬乙只好被送回了 他奶奶的娘娘 跟着太姥姥一起生活 汉武帝死时 才下令刘炬乙接回了宫里 交给掌管宫女事务的 液婷子养 管液婷的液婷令 叫张瑟 是费太子 也就是刘炬乙的爷爷的旧臣 他对刘炬乙很照顾 自掏腰包供刘炬乙上学 汉书里说 据说这个张赫 是谋圣张良一脉 连史书里都说据说是了 那大家信不信就随缘吧 刘炬乙虽然被接回了宫 可没爹没娘 还是标准的散养状态 每天瞎溜达 自称游甲 招猫斗狗 也算是继承了 他们老刘家的光荣传统了 结交了一大批 社会闲采人士 没事和他们喝酒扯淡 听他们说说 哪哪的狗牵令 怎么怎么坏 大汉百姓多么多么不容易 时间一晃 刘炬乙到了 该娶媳妇的年纪了 虽然确实是皇亲国旗 可也确实是穷得叮当响 没车没房 媳妇确实不好找 张赫着急了 自己老领导的孙子 娶不上媳妇可还行 于是决定贡献出 自己家的女儿 嫁给刘炬乙 张赫的弟弟 一个叫张安氏的 真是跳了出来 说我不同意 咱老张家的闺妮 嫁给一个废太子的后代 你是不是疯了 张赫说那行吧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张赫决定坑老实人 他把自己的好朋友 一个叫徐广汉的人 叫来家里吃饭 借着酒劲 张赫开始推销了 说你家姑娘 也有十四五了吧 我认识个好小伙 我都没舍得留给我姑娘 咱俩这交情 便宜了你吧 徐老汉说 好啊 哪家公子啊 皇亲国戚 徐老汉说 废太子的孙子 刘并仪 徐老汉刚想拒绝 张赫又说了 废太子的后代 那也是皇室后代啊 万一将来奉个侯 你许家可就富贵了 徐老汉成功被虎有瘸了 答应了 张赫的这算计能力和口才 我看多少有点虚张了 张赫还算仗义 出钱给刘并仪操办了婚礼 刘并仪挽着新娘许平君的手 俩人许下了 贫贱不相离 富贵亦相知的誓言 新娘许平君 也就是咱们开头顾见情深故事的女主角 婚后的刘并仪依然是没钱没工作 只好住到了老丈人徐广汉家里 许平君信守诺言 没有嫌刘并仪穷 小两口很恩爱 很快就适合你的第一个孩子流逝 五行缺爱的刘并仪啊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老丈人徐广汉对刘并仪啊很支持 说你没事啊 别老子家待着 我出钱 你多出去转转 也长长见识 没准哪天就用上了呢 刘并仪很听话 奉命旅游 有时啊去周边村住住民宿 体验一下民间疾苦 有时去祖先们的皇陵考考古 感悟一下人生 有时去旁听一下朝会凑凑热闹 有时啊也会遇到坏人 被欺负一顿算是磨练心智了 突然有一天朝廷传来诏令 招刘并仪进宫当皇帝 刘并仪是做梦都没想到 皇位会掉在自己脑袋上 汉武帝死了以后啊 大将军大司马霍光独揽朝政 权情朝野 他一言不合就废掉了刚继位的小皇帝刘鹤 打算再扶持一位好控制的傀儡皇帝继位 流落民间的刘并仪 胜在无依无靠被霍光选中了 公元前74年 刘并仪一脸茫然的继位成了汉宣帝 虽然当了皇帝 可刘并仪很清醒 此时的朝廷姓霍不姓刘 霍家当时的权力有多大呀 长安城的大小武装 包括宫廷禁卫 那都是由霍家人控制的 连霍光的媳妇都可以自由出入皇宫 刘并仪不听话 备废算运气好 掉脑袋才是标准结局 刘并仪唯一能做的就是老实点 刘并仪继位没多久 霍光就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霍光跪在大殿上 轻真一切的说了 皇帝啊您也长大了 我也老了 您该勤政了 刘并仪说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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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朝廷没了大将军可怎么办哟 大将军你不仅不要还政给我 最好以后这大小奏章都别给我看了 大将军看就行 大将军觉得有必要的再给我看 非必要不看张 霍光心里乐开了花 刘并仪甚至下诏说了 大将军霍光为人正直 忠心耿耿 是朝廷的庆天柱 家封十亿一万七千户 赏黄金共计七千金 钱六千万 丝绸三万匹 外加豪华大别数一套 霍光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家族权势 暗中勾结群臣 打算逼刘并仪 娶自己的小女儿当皇后 这就发生了咱们开头顾剑情深的故事 刘并仪也许是想起了和发妻许平均的那句誓言 贫贱不相离 富贵亦相知 这朝廷内外大事小事 他都忍了 可在这件事上 他难得的硬刚了霍光一把 在他的坚持下 许平均被立为了皇后 可这次浪漫的坚守 迎来的是霍家人最肮脏的报复 霍光是个权臣 但他不是个坏人 虽然刘并仪不愿意娶她女儿 但毕竟一直很听话 霍光也就忍了 可疏可忍 神不可忍 霍光的老婆霍显不乐意了 在婶看来 什么权不权利的不重要 可自己的女儿 输给了一个民妇 就不行 瞧瞧这不服输的小性格 于是霍显在皇后许平均怀孕时 把一位叫淳于衍的女郎中 叫到了家里来 显说了 皇后怀孕了 我听说这女人生孩子 是个挺危险的事啊 淳于衍说了 现在的医学技术都进步了 皇后又生过孩子 不危险 显说你确定不危险啊 淳于衍有点懂了 那是危险还是不危险呢 我觉得得危险 然后啊 淳于衍就带上了毒药 去给许平均看诊了 年仅19岁的许平均 这个陪刘病姨一起熬过了苦日子 终于苦尽甘来的善良女孩 就这样被毒死在了分娩的时刻 刘病姨抱着身体已经冰冷的许平均啊 彻底愤怒了 她下令把所有问诊过的御仪 全部抓了起来 命人严加审问 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 霍光对这件事啊 并不知情 下半路上还琢磨呢 这是谁家的小可爱干的呀 比我们老霍家还胆大呢 连皇后都敢杀呀 一进门 霍显就拉着霍光说了 哎 皇后是我杀的 霍光脑子嗡嗡了一整夜啊 这上天海里的事一旦暴露 就算是他们霍家 也足够喝上一壶的了 霍光只好心一横 硬着头皮向刘病姨担保 说这御医纯于眼啊 我是了解的 不会干这种事的 还是放了吧 这下不审 刘病姨也猜出是谁干的了 她在脑海中啊 把霍家人杀了一遍又一遍 可她也明白啊 时机还不够 她还需要等待 刘病姨的心智 真是强大到可怕 她不但没有追究霍家 还加倍向霍家人示好 为了满足霍家 她迎娶了霍光的女儿霍成军 把她立为了皇后 就这样又过了三年 时间来到了关键节点 公元前68年 霍光病了 刘病姨亲自登门看望 流着泪啊 对霍光说了 大将军一定要好好养病啊 没有你寡人该怎么办呀 该怎么办呀 严办呗 严办你们霍家的每一个人 霍光终于死了 刘病姨到霍光灵堂祭奠 按最高规格厚葬了霍光 刘病姨还说了 霍光忠心耿高 不愧是大汉的晴天柱 刺事号宣承后 好了 温水煮霍家 已经麻痹的差不多了 该转大火了 刘病姨和霍家的战争 正式打响 刘病姨先要求好友入队开黑 他先邀请了自己的老丈人 徐广汉入朝为官 然后把大将军的位置 交给了供自己读书 又给自己找老婆的 张鹤的弟弟张安世 让小时候救了自己的 名人探秉吉 当了御史大夫 刘病姨又提拔了 跟霍家有仇的魏像当成像 同话说呀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吧 好了 几方人员这就算到齐了 之前咱们说过 长安城的大小武装 可都掌握在霍家人手里的 这就好比一把把刀 架在了刘病姨的脖子上 贸然给撤了 霍家人不造反才怪呢 于是刘病姨走了一步妙棋 他先给霍光的长子 霍宇升了个大官 当了大司马 相当于总司令级别的了 让霍宇赶紧交集完 以前的军队走马上任 紧接着又给霍光的四女婿 也升了官 做了光路勋 相当于皇帝贴身保镖的 总指挥了 霍家人很高兴啊 皇帝真是太信任我们家人了呀 正喝四姐夫的庆功酒呢 刘病姨的组合权就来了 让以前在长安城带队的霍家人 都去外地出差去 当太守 霍家人虽然也奇怪 可毕竟大哥是总司令 自姐夫是保镖加组指挥 也没太往心里去 等大哥霍宇把以前的部队交接清啊 兴高采烈的准备上任总司令时 察觉到不对劲了 说我这虽然口头上是大司马了 怎么印信和受贷一直不给我发呢 属于疯了个寂寞呀 霍光的孩子们再傻 这会儿也决出不对劲了 于是大家开了个家庭会议 说我们霍家好赖啊 也有雍丽之功啊 皇帝怎么好像越看我们 越不顺眼了呢 甚至有传言说 咱们霍家害死了皇后 哪个小可爱能干出这种事啊 真是离了大谱了 霍光的老婆霍姐啊 这时候说话了 说我就是那个小可爱啊 霍家儿女下巴都掉地下了 说娘哎 你怎么不早说呀 既然这样啊 不反我们就死定了呀 别讨论了 反吧 这会儿再反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连刘病义都等不及了 他等这一刻啊 已经等了太久了 等到霍家人造反的消息传来啊 刘病义下令 诸杀或是神主 一个不留 在全员出动 抓捕霍家人的时候 刘病义默默地出了城 来到许平君的墓前 城内厮杀的画面 他不需要去看 因为这些画面 在他脑海中 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 最终霍家造反失败 霍光的大儿子被腰斩 霍家老母亲霍姐 和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啊 都被当众处死 把控了朝廷数十年的霍家 那个祖上出过一代战神 霍去病的霍家 就此被灭了族 刘病义终于抱了 发起的血海深仇 他死后啊 命人把她埋在了许平君的墓旁 他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贫贱不相离 富贵异相知 永远的安眠在了 自己最深爱的女人身旁 好了 关于刘病义的爱情故事 咱们这就讲完了啊 大家可能会说了 这刘病义除了谈恋爱 就没干点什么正经事是吧 当然干了 还干挺多 而且非常精彩 关于刘病义攻击的内容啊 不会太短 而大家的推更热情又特别高 所以啊 咱们就先把爱情这段发出来 让大家看着 后面半段还得给老季留几天制作时间 先做个预告吧 汉宣帝继位的第二年啊 远嫁西域的解游公主 派人送来了一封求救信 66岁的老将赵冲国亲自提刀上马 自此开启了大汉和匈奴之间的最终之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